至於投訴數字 直至今早九點鐘 選管會選舉主任和投票站 主任收到今天的投訴數字是58宗 主要是和違規展示選舉廣告有38宗 拉票活動加上滋擾有13宗 收到投訴的有關單位就會盡快處理 再次呼籲未投票的公民盡快去投票 避免出現高峰期 亦都再提回一次 帶香港新聞證的證本 去到投票通知格所指定的編配票站投票 多謝各位 那些是各個其他很小的 有些對於安排不滿 主要來說都是選舉廣告 選舉廣告最重要是香港 有指定的維持擺放政府 如果其他就要尊重業主 業主有權讓他擺放 或者不讓他擺放都可以 拉票活動很多都是在禁止拉票 或者有些人走過 他認為有些人向他拉票滋擾到他 大家都是尊重收彈秩序 所以我們應該很暢順地投票